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步走啊 对吧 那第一步啊 桥梁的基本组成 学过了 修建桥梁工程需要的材料 什么呀 钢筋混凝土 模板 支架 也就是说啊 咱们桥梁啊 咱们初步的认识 按照正理啊 我们应该学习桥梁工程的施工技术了 怎么修桥啊 游家小小修 但是 中间有了一节呢 叫什么名呢 叫玉婴粒混凝土的施工技术 那这里边呢 涉及到了也是一些个桥梁长用的一个材料 比如说玉婴粒金呢 管道啊 哎 我这么一说 有人就蒙了 啥叫玉婴粒呀 如果想学习这种材料的话 我们把它还归为桥梁工程需要的材料 那么一定要了解 玉婴粒的施工工艺 是吧 你才能学啊 知道它是什么叫玉婴粒呀 那么我们先把这块放一下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玉婴粒的一个概念啊 什么概念 看我这个 我们以梁氏桥为例 说梁氏桥啊 是一种在树向核载作用下 无水平反力的结构 由于外力的作用方向 与承重结构的轴线垂直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那同样跨境的其他结构体系相比呢 它梁内产生的弯距最大 就这种梁氏桥啊 是我们最普遍 最常见的桥梁的形式了 那么我们在桥梁的养护啊 呃 这个 一些调查研究啊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往往我们桥梁的使用寿命 就取决于咱们上部的 这个叫什么啦 桥化结构也就是咱们说这个梁板 有一定宽度厚度长度 这个钢筋混凝土板 往往这个混凝土板呢 它受压 它折断了 裂了 比方说再裂了 折断了 这个桥不能使用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 呃 桥台啊 包括这个盖梁啊 桥墩啊 包括桥下的基础 都是完整无损的 都是没啥问题的 是吧 那如果单单的就是 桥化结构坏了 这个桥就不能使用了 但是我其他的部分呢 还都没问题 因为啥 因为桥化结构 它承受核载嘛 是吧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部结构啊 就是这个桥化结构的使用寿命增长 那么直接整个桥梁寿命就能增长 也就是说 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桥化结构 这个使用寿命 怎么能给它增长呢 怎么能给它延长呢 易寿延年呢 是吧 那这样桥梁就能 节省一些个工程的造价啊 节省一些个资源了 是吧 好了 那么就引入到这个一个 预应力的一个概念 啊 比方说啊 这是图一 这是图二 咱说正常的一个梁的梁板 咱别管它是装配式的 还是整体的 它都是这么受压的 是吧 哎 那么在核解中处下 它 时间长了 它可能被压弯 对吧 有可能被压弯吗 而且再达到它的一个极限的话 它可能就要裂缝 可能就要折断 那个桥化结构就坏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增加的使用寿命怎么办呢 我们给它施加点紧箍咒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梁的体内 我们预制这个梁板的时候 在体内啊 我在它的中下部 给它穿入一排 当然我这个图看的是一根啊 穿入一排排的钢丝 钢筋 或者是钢脚线 干什么呢 给它穿入它这个体内 然后呢 向两端 把我穿入这个钢丝 钢筋和钢脚线 拉长 拉长了之后 达到了一定的力 马上就在梁的两端 把它给锁紧 那这个时候 两端的力 我给它取消掉 那么钢丝钢筋 钢脚线 它是不是时刻的想回缩呀 那回缩回去了吧 回缩不回去了 干什么 因为在这边 我们已经卡死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梁的体内 这有这样一排排的 钢丝钢筋钢手线 它永远想回缩 那么实际上 就等于在梁的两端 给它持加了一个压的压应力 我时刻想回来 时刻你也回不来 那相当于我们冬天 身体比较冷 两个胳膊夹紧你的身体 夹住了这个凉板 那可能会 因为它是在中下部 我们布置按设计布置 造成凉 它像 像小孩掐脸蛋似的 你掐小孩脸蛋 两手掐到嘴两边 小孩脸蛋是不是鼓起来了 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凉板的 微微的一个翘取 是吧 因为是在中下部 微微的一个翘取 那时刻时刻紧绷着 压着它 翘取像一个锣锅一样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你再想把我压断 不好意思 你得先克服我 翘取的这个幅度 这个力量 也就是说 咱说施加这个预应力 预先施加的一个应力 你先把它克服了 你再把我压断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大大的 增大了咱们 两板的使用收明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就相当于 我们围一个圈 手拉手 我们不用力量 你可能从圈里边 还容易就会冲破了 但是我们全用上力量 像孙悟空 这个紧箍咒一样 是吧 如果这个时候 你也想挣脱的话 那不就费劲了吗 那这就是一个 预应力的原理 我说明白了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听明白了 这个时候 加紧了 把这个梁 从两边加紧 让你微微的 翘取 有这样一个力量 你想再把我压断 那是非常坚实的了 是吧 不容易了 你得克服这个力量 它行 那么原理 实际上原理 我们是通过什么方法 去施加的这个力量 这个两板呢 是有一定宽度厚度的 一定长度的钢筋混凝土啊 那么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叫先章法 就是我把这个钢丝钢筋 钢脚线 给它拉长 咱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章了 先章法 什么叫先章法啊 就是在 两板 还没有形成之前 我先把这 运营利金给它张拉 这就叫先章法 在两板 先章 对应它的呢 我们会讲一个叫 后章法 后章呢 就是两板形成之后的章 章拉 先章就是两板 先于两板形成 先给它张拉 那怎么去意思呢 那你说我们这个两板呢 我们都是装配式的比较多 装配式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是一块一块拼装上的 那么我们在预制量场 我们是不是要预制这个两板吗 化整为零 将一个大的变成若干个小的 那好了 那么我预制这个两板 我是不是这绑扎钢筋 直模板就混凝土啊 那我是不是有一个台座啊 你写作业 你得给写字台 办公 你得给办公桌 那么我预制这个 装配式的两板 我们一定要有个台座啊 有这样一个台座 在地面上啊 有一个台座 一个操作平台 挺平整的 那么两边呢 是固定的一个 堆 混凝土的一个堆 好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 中间这套线呢 就是拿说的钢丝 钢筋 或者是钢脚线 一端呢 固定在这一侧 另一端 固定在这一侧 这是我们的准备工作 那当然这个钢丝 钢筋 钢丝线不是一根啊 是一排一排的 我们这个角度 只能看着一根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一端固定 在一端 就用千斤顶 作用在这个墩上 掐住这个钢丝钢筋 或者钢脚线 给它伸长 伸长之后 赶紧的临时的 给它卯固住 也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伸长完之后 我在这给它卯固住了 也就是说我这段 钢筋 钢丝或者钢脚线 是不是属于紧绷状态 想不想回来 想不想回缩呀 因为它是物体 那有这个物理性的 想不想回缩 想回缩 回来了 回不来 我这边卡着你呢 这边我也卡着你 好了 你就在这紧绷着吧 那这个时候 我在做正常 普通 咱们瞧话 几个两板的 绑扎钢筋 磁膜板 浇住混凝土 直接就把这 运用力筋 给你浇住在 咱们这个构件里边 是吧 我们绑扎钢筋 磁膜板 浇住混凝土 当然咱们 后期在微信公众号里边 会有的话也是 大概说这个原理 我给你浇住上 那这个时候 能松懈吧 也不能松懈 因为我这个强度 还没上来呢 然后养胜 养胜 当我的强度上来了 说白了 你里边这段 运用力筋呢 紧绷这段运用力筋 时刻想挥缩 挥缩不会来 是不是已经被我 祸裹在我这个 勾件里边了 抓住你了 用手钻住这个 笔已经钻住你了 是吧 咱们已经互相接触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 咱俩谁别分谁了 你就在我这里边了 那这个时候 强度上来了 咔嚓 我在这 在这 再把这运用力筋 剪断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什么 叫做放张 那在剪断的一刹那 他想挥缩吧 他想挥缩 肯定马上就往挥缩呀 挥缩回去了吧 挥缩不去 不好意思 你已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握过在里边了 那他永远想挥缩 永远回不去 已经被握过里边 所以说 这个梁收压吧 收压了 想回回不去 还是两个胳膊 夹住你的身体 从中间 从你体内 就像里边有个钉子 给他穿住一样 而且时刻的在 像紧箍咒一样 念咒一样 是吧 在缩紧 但他回不去 因为被握过在里边 那这就叫 仙章法 能听懂了吧 哎呀 那你看他第一步 就是钢筋就位啊 但运力筋呢 有三种 有钢丝 啊 有钢丝 钢筋 还有啊 钢脚线 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下图 你知道 有这三种啊 货的关系 啊 不能混用 是吧 第一步就位了 第二步 张拉 张拉完了之后 绑住 交住咱们正常的构件 啊 然后养生 养生完之后 切断 运力筋 然后 挤压肚件 是不是啊 他不就成形了吗 这是现场法 那我们看看现场施工啊 这个 就是台座啊 那我们这 台座嘛 交住这个 两板 我们是在这儿交住啊 绑扎钢筋 直摩板交住混凝土 这底下有个底座啊 当然当然这个 两边是个固定堆啊 你看 这是咱们用力筋 这是钢脚线 一鼓一鼓的 一鼓一鼓钢脚线 这个呢 就是钢筋 你看它底下 是一排一排的啊 不是就一根 一排一排的钢筋在这儿 你看这边 就是一个横梁 千斤顶 坐在这儿 坐在横梁上 然后 这是一个固定横 这是一个活动横梁 往前伸长 是不是卡着这个运力筋 钢筋就把它给拉长了 拉长完了之后 固定别动 是不是 钢筋是不是处于紧绷状态了 你看 这边给固定住 谁别动了啊 他现在已经处于伸长状态了 在这边伸长状态了 固定别动 那咋办 这是固定横梁了 看这个图能看清醒 咱们张拉这个硬力啊 就按照设计来的 不是我们随便张拉的啊 你看这是蹲台台座啊 这是一排一排的运力筋 这是一个固定的横梁 然后 这是千斤顶 在这儿了 一个个的 然后就活动横梁 千斤顶顶着活动横梁 往前走走走走走 好 这边都是固定的是吧 往前走走走走 好 行了 到位了啊 力量也到了 OK 什么伸长值都到了 把这个拿过来 赶紧的把这边都给你拧上 这不就相当于 把它给固定了吗 是不是啊 固定住了 别动了 我们两内的运力筋 处于紧绷的状态 然后 紧绷状态之后 我们在正常的绑扎 我们正常两板的钢筋 这把底下这不一排排的吗 不发生关系 我们正常绑扎骨架的钢筋 是吧 绑上钢筋 然后呢 就是在这绑扎吗 就是毛骨着 然后 只上膜把焦火金属 直接就把这运力筋 焦在 火金属骨架里边了 但是呢 焦在里边 不能放松 不能放松 一直在紧绷着 你看 这张片说那个气囊吗 它中间是空心结构吗 这不就是那个气囊吗 底下这不是一个根的运力筋吗 然后这支某板 焦火金属 给它 放在里面 然后 一直的在养生 现在还是处于进行动状态 养生 这某板都拆了 养护呢 养生呢 达到强度了之后 好了 可以把这 卡卡卡卡卡 剪断了 这边也封住了 剪断了 这叫什么 放张吗 放张 剪断了 这运力 一下子不就实际上吗 在演 剪断的一刹那 就实际上了 所以说这种空心板 当然这是空心的 堵上了 它是不是 预应力的两板呢 是 在外边一封堵 你看不出来 实际上这样的话 能提高两板 整个的一个使用寿命 好了 我们给它存放着 等着吧 等着讲来 给它调装上 123456789 整个桥面快就出来了 预应力 就这么实现的 那么这个 桥花结构使用寿命 就提高了 预先实际上了一个硬力 好了 我们把教材呢 找到这件 运用力是混凝土 施工技术 我们先懂什么方法 我们才能再讲材料 先讲运用力 张拉的施工方法 讲这个 二 先张法 运用力施工 那么什么叫 先张在构件 没有交出混凝土 没有形成之前 我就先把它给张拉了 是吧 那好了 有一些个技术要求啊 这个是16年 17年的案例 都考这种大题的 包括单选都考 首先 张拉台座 应具有足够的 强度和刚度 这种呢 主要是指我们 在现场预制的 各种空心板啊 提醒梁啊 用那种先张法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大家再讲 这个后张法 它用具处 整体是叫做现交的 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啊 因为你这个蹲台 你没有足够强 刚度 我这个衡量 搭在你的蹲台上 一使劲 这个钢筋没拉伸呢 结果你蹲台碎了 那肯定不行 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抗轻负安全系数 不得小于1.5 数字要记住啊 抗华语系数不得小于1.3 那么张拉的衡量 有足够的刚度 哪个是衡量 这是衡量 一个是固定衡量 一个是活动衡量 这个是往前移动的 这个不用移动 千斤顶 后边顶在他这就行 那你衡量一定足够的 像是刚度啊 你别收力了 衡量弯了 运用力筋没动 是吧 那收力后的最大脑度 不得大约两毫米 这个数字都很重要啊 很重要 第二个 运用力筋 连同隔离套管 在钢筋骨架完成后 一并穿入就位 呃 这里吧 这句话啊 就是大家就不好理解了 首先啊 运用力筋 连同这个隔离套管 什么叫做隔离套管 你看啊 我这是不是有四根白色的一个管啊 你就看这四根白色的管 那这个管是干啥呢 就是隔离套管 你看你看这个疫情不是讲隔离吗 它隔离谁啊 隔离这个运用力筋和混凝土 咱们现场法不是因为 用混凝土 把它用强度卧果 卧果运用力筋嘛 那么我们 想这样做 但是我们不能 所有的 钢筋 运用力筋 全部被它卧果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全被它卧果的话 一减断 所有的力量 都施加在这个端头 这个区域啊 那容易把我这个梁啊 这个端头 这个区域 容易给它拉裂 容易给它拉裂 对吧 你一减断 咔嚓 所有的压力 全压在这个街头的 往回缩 容易把它拉断 那么有个别的运用力筋呢 你就省省得了 是吧 在端头的部位 你看 这部位都没有加套管 对吧 就端头的部位 我用一个白色的塑料管啊 我跟你啊 套上点 就讲来 你比你这几根筋呢 就别和混凝土接触了 啊 啊 一般会 这个设置这个端部 这个隔离套管吗 不是啊 所有的运用力筋都设置 也不是整条运用力筋 都给隔离套管包住 就是端头 挑开一两条运用力筋 就有一条运用力筋 设置端头的隔离套管 目的就是不让所有运用力筋呢 都是这个端头受压容易的压裂 相当于把两这个受压面给它 分散开点 这就叫隔离套管 啊 隔离套管 那么这个隔离套管呢 又在钢筋骨架完成后 一并穿入就位 运用力筋连同隔离套管 那有时候刚才说 你说讲课不是先把运用力筋张拉 然后再绑扎钢筋 直摩板叫隔离套 是 这个根据 你两板的设计情况 这种是钢筋骨架 它在底下垫着的 是吧 有的时候就说 先把这个骨架放上 然后上面放运用力筋 只要你施工没有干扰 就是最好 啊 那么就位后 严禁使用电弧焊 对两体钢筋 及摩板精 切割换间 隔离套管内 应堵盐吗 应该堵盐吗 在交出混凝土之前 一定要把它堵盐呢 你隔离套管 你这个端头 你不给堵盐了 混凝土 从这个管里边进去了 失效了吗 那就不起作用 是吧 啊 16年17年的案例都靠 啊 同时张拉多根运用力筋的时候 各个运用力筋的初始 应力一致 统一张拉 啊 张拉过程中 使活动衡量 与固定衡量 始终保持平行 这两个梁 它一定是平行的 才对的嘛 对吧 那第四个 张拉程序 复个摄影要求啊 给了一个表 这个表 我们最后考前 我们才记得啊 第五个 张拉过程中 运用力筋的断丝 断筋数量 不得超过表的规定 你看运用力筋种类 有钢筋 有钢丝和钢丝线 钢筋呢 如果你钢筋别拉断了 是不允许你断 你断了你就废了 钢筋是不允许的 钢丝钢丝线线 本身那就是一丝丝的 拧成一股绳了 对吧 那么同一国家 那断丝数量 不得超过钢丝总数的 百分之一 钢丝钢丝线线 都是这么成形成的 钢筋是不允许你断的 那么放张运用力筋的 什么时候给它减断呢 放张啊 要混凝土强度 必须达到设计要求 你得让这个 混凝土把这个 运用力筋的握裹住啊 才能减断放张 设计如果没有要求 不得低于强度设计值的 百分之七十五才行 那么放张顺序 要符合设计要求 要分阶段的 对称的交错的放张 因为它不是一根啊 而且放张前 应将限制位移的模板 拆除 限制位移 不让他位移 让他位移吧 让他位移啊 你一放张 他往回移缩 他可能微微敲许 他就量 就被压缩了 我们看这个图 你看原来在这 在这 现在变成到这了 他可能收缩了 对吧 当然我们要计算好 这长度啊 别你收缩了 长度不够了 搭不上了 是吧 往这个盖量上 搭不上了 计算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限制位移的模板 给他拆除掉啊 你不拆除 你不让他位移 肯定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说放张前 限制位移的模板 给他拆除 让他位移 让他撬去吧 好了 那这种方法叫先章法 记住要求就这么多 咱们就讲他这个原理啊 我画的啊 你必须是把它记住 这案例高频高点非常重要 那么下节课 我们对比的先章法 我们讲后章法啊